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化太极拳 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在1956年编定的一个新的太极拳套路 拳套一共是24个动作 人们又把它叫做24世太极拳 这个套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国家规定的面向全民普及的第一部武术教材 是在传统阳世太极拳的基础上简化改编而成的 由于它的内容简练 规格统一 一学一计 所以很快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打太极拳的热潮 曾经有人担心 太极拳经过简化改编 会不会降低打拳的质量 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这个简化套路 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内容 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内容 动作 为初学者 创造一些的方便 但是 规格 风貌 要领 并没有改变 正像 我们初学汉字的时候 总是从那些笔花少 一学一认一计的字开始 但是这个字 不会因为它的笔花简单 因而 它的规格 意义 运用 就可以马虎草率 我们打太极拳 有一句俗话 叫做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我们这个套路 也正是全简 礼部简 实践证明 很多人 通过简化太极拳的练习 比较快的掌握了打太极拳的要领 培养了兴趣和爱好 为以后的进一步深造提高 打下了基础 今天 是简化太极拳发表的五十周年 经过半个世纪的旅程 简化太极拳不但传遍了全国城乡 而且也流传到世界上上百个国家 简化太极拳不仅在太极拳的普及上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对太极拳的繁荣发展 也开拓了道路 现在我们就请大家看一遍 简化太极拳的全套动作演练 好 谢谢观看